自特朗普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计划之后,美国、日本、印度三国海军便开始蠢蠢欲动。 就在今年,印度派出两艘护卫舰,北上日本海参与了美日军队举行的联合军演,而进入六月份,印度也邀请美国、日本参与其主导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。 日前,三国海军在关岛海域,正在开展相关军演,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中国海军派出了一艘电子侦察船,观察三国的一举一动,而这一幕恰好被随行记者拍到。 资料图6月19日,据称,近月中国海军派出855电子侦察船赴关岛海域,对美日印联合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实行抵禁侦察。 最了解,在场的美国海军记者拍下了855号电子侦察船天书星船与美海军里根号航母,导弹巡洋舰安提塔,CG5次登船的合影。 虽然本次马拉巴尔演习,并没有邀请中国,甚至还要威慑中国,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海军的电子侦察船在公海海域自由航行。 众所周知,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是印度主导创立的,该军演从1992年持续至今,从未间断过。 最初,参与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的只有美国和印度两国,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,日本、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也相继加入马拉巴尔军演。 该军演的主要项目,演演变成了海上救援和联合反恐,从2015年开始,日本逐渐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主要参与者。 该军演的演习地点也从印度洋转移到了西泰地区,此次,马拉巴尔军演的地点,被选在了公岛海域,就说明了美日印正在践行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计划。 实际,关岛海域附近的关岛基地,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最大的军事基地,即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轰炸机和航空母舰军由此出发。 这次,美日印不约而同,将演习放在了公岛,分明是要显示三国遏制中国海军的战略企图。 近些年来,随着中国海空军的不断壮大,中国海空军频频进入印度洋和西泰地区成为常态化趋势,早已打破了美日印精心构筑的岛链计划和C字包围圈。 面对中国海军的战略突围,美日印显得十分担忧,这三国生怕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和西泰地区来去自如,从而窃减三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影响力。 因此,三国想法设法加大军事力度,令中国海军不能实现预期目标。 而马拉巴尔演习,被认为是遏制中国海军的有利举措之一。 值得注意的是,去年在中印动浪对峙最关键的时刻,美日印三国就出动了各自的航母,以及二十多艘舰艇和一百余架战机在印度洋海域,展开了马拉巴尔演习。 去年的马拉巴尔军演一度被解读为,是美日要力挺印度,不过,事实证明,洞浪对峙事件,印度派得一塌糊涂。 美日所谓的驻镇军演,纯粹是徐章声势的表现,相比去年声势浩大的海上军演,这次美日印三国军演的规模要小得多。 其中,美国简派出了一艘核动力航母,和两艘导弹巡量舰,而日本则派出了一十号直升机航母和两艘驱逐舰,印度则出动了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武器舰,三国海军演习以解放军前挺部队为假想敌,以反前演练为主要项目。 这充分显示了三国共同遏制中国海军的战略野心。 现在看来,中国海军电子侦察船,出现在三国联合军眼中,就是明确告诉三国海军,任何威慑都不足以令中国海军感到害怕。 相反,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地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,美日因为步轨企图绝不会得逞。 另外,中国海军电子侦,去年也出现在了马拉巴尔军眼上,对美日因为三国的军事动,进行了全程监控。 因此,三国还是低调形式的为好,一味的耀武良威,只会自食其国。 作者署名, 作者网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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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得 作者网站